我是来自苏州外国际学校国际高二四班的经销同学 然后在这次12月的SAT中 我考了阅读700分数学800分的成绩 然后我是在艾特上的SAT 高一的时候我把托福考掉 然后首考是106分 然后初二的时候呢 我把公共英语四级考掉 然后个人会觉得自己 英语基础水平应该是偏向好的那种 SAT的话经验主要是阅读和语法两方面吧 阅读的话呢 我觉得不应该做完 读完整篇文章之后再去做题 我有很多同学都是读完整篇文章再去做题 这样子的话呢 效率很低 而且正确率不一定高 我觉得呢 不应该读完整篇文章 先把寻正题先看了 找一下文章的脉络 之后呢 就会对文章有个大概的了解 这样之后再去做整篇文章 其他的题目 这样会好很多 语法的话呢 一定要看一题做一题 千万不能觉得自己 没有信心 而去看完整篇文章 再去做语法题目 这样的话会导致 语法的速度很慢 而且正确率很低 数学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的 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说的 数学就是耐心看好题目就可以了 我在艾特上了SAT的基础 强化刷题还有摩考班 然后呢 总体来说 上课的氛围还是非常的活跃的 老师的教学呢 也是非常的高效 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 非常相处非常融洽 然后老师不仅仅是老师 而更像是学生的朋友的样子存在 然后学生呢 什么问题都可以和老师去探讨 然后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上的问题 生活上的问题 也可以跟老师去讨论 老师也会尽快地给出答案 然后我觉得这种快乐的学习氛围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学习 最大的感受的话 我觉得在AT上课整体风格都比较灵活 然后从来不会感觉到说 这一节课听得比较厌烦 或者说这一节课 老师用了一种比较常用的教学方法 这种是从来没有的 老师上课永远是新奇的 然后和老师互动也永远是快乐的 然后比较好玩的一件事吧 就是爱特给我们学生发福利 然后给所有学生送羊肉吃嘛 然后送上羊肉来的那天 刚好是电梯坏掉的日子 然后所有人大概是扛着那么多的羊肉 从一楼爬到了八楼给我们学生送吧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两个班主任吧 张就国和水母丹都是非常好的班主任 然后呢在上课期间呢 我也和他们在是否要单词默写之上面 就出现一些分歧嘛 那最后我们讨论下来呢 也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吧 一个比较满意的结论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我学习上面 整个SAT学习道路上 对我都起了非常大的帮助 我祝爱特越办越好 然后学生的质量越来越高 以后能处得高峰也越来越多